下位Claire 下位Claire行準備 那我開始 今天我的提案是開放國會儀表板 跟立院say it 這是兩個國會相關的專案 首先是開放國會儀表板 先講一下開放國會是什麼 大家可以到立法院的網站上面 有一個開放國會專區 裡面有一個開放國會行動方案 裡面就可以看到有開放國會相關的資訊 開放國會是由立法委員 跟民間 民間許多委員一起 合力想就是一起 提了一些承諾事項 然後這些承諾事項是立法院 就是必須要在四年內要能達到的 那目前承諾事項有五個大分類 有分讓立法院更透明更公開 更國民化更數位化更 更教學化那每一項 都會有好幾個承諾事項 就是明確講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例如說要有一個立法院的 倡議連署系統然後立法院的 資料要符合開放資料格式 總共有20多個承諾事項 那這20多個承諾事項要在這四年內 要把它就是一一落實 那所以就會需要一個 追蹤說到底立法院有沒有好好做的進度 那其實目前看到的 資訊都是像這個是PDF 然後這也是PDF 所以其實這要讓大家能夠使用 去瞭解是相對困難的 所以其實今天的目標 是希望說能夠把它做到資料結構化 那我目前初步已經有把 承諾事項全部都用Spritsheet整理起來 就是把欄位都整理好了 那所以我也做了一個初步的一個 比較好瀏覽的一個頁面 所以這邊就把每一個承諾事項整理出來 然後承諾事項裡面 承諾事項裡面的一些說明 也都比較容易看 那其實目標 我目標是希望能夠像就營平台 有一個那個就是政府政策的那個進度的 追蹤的這樣的一個視覺化 或者是有各個單一頁面的形式 讓大家更容易追蹤 然後更容易提供意見 那這是開放國會儀表版這個專案的目標 那再來第二個是立院Sprits 那這是立法院的那個公報的議事錄 就裡面會有每一個就是說 立委質詢那個 質詢官員的時候的一些對話紀錄 那它是PDF的純文字檔 那也是非常難閱讀的 那有一個服務叫Say It 它是MySociety所開發出來的 像唐豐就很愛用Say It 把它所有的會議的主制稿 全部列出來 所以裡面就可以看到誰講了什麼話 那目前我的進度是 我已經把公報裡面的Say It 放在這裡 然後每一次的會議 然後會議裡面的那個 哪個委員講什麼話 我已經passing出來了 那所以目前進度大概這樣子 那目標是 我希望能在今天再加上更多功能 例如說我可以依照立委的姓名 或是依照官員的姓名 能夠搜尋到他們的對話紀錄 然後以及有一個可能 大家可以幫忙的 就是我把那個 所有對話紀錄裡面的 譬如說誰講了幾次話 他在哪一次文件講話的 這個整理出來了 那我目前委員有照片 但是官員的部分 並沒有照片 所以或許 今天可能希望大家幫忙協助的是 可以一起來共筆這spreadsheet 把官員的 例如說他的維基百科 或他的一些有CC授權 可以公開用的照片 把它補上來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讓 這個平台的那個畫面 就更加漂亮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下一個